24号 在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 反战人士举行集会 他们打着不要北约 不要战争等标语 并表示 北约向俄罗斯周边扩张 武装乌克兰部队等行为 加剧了紧张局势 是冲突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美国在这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此外 在北西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中 美国也难逃干系 有反战人士表示 俄乌冲突没有赢家 不仅给冲突双方人民带来了苦难 也使包括加拿大在内的 北约成员国人民受到牵连 很多北约成员国本身面临着 不少民生问题 但政府却将大量资金 用来采购武器 拱火交游 当地时间24号 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废除了 与俄罗斯签署的 关于亚素海和克制海峡 合作使用条约 2003年12月 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了 关于亚素海和克制海峡 合作使用条约 根据该条约规定 凡悬挂乌俄两国旗帜的 商船和军舰 均可享有亚素海和克制海峡的 航行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